嗨!七点出发20190127.MP308,23.9761,习近平26日,就巴西跨罢决递遞造成严重人员,伤亡向巴西总统博索那罗志伟问电。 2日前,中共中央决定,任命一会马同志,为中国证监会当委书记,免除留逝于同志的中国证监会当委书记职务。 3日前,中共中央决定,任命一会马同志,为中国证监会主席,免除留逝于同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。 3日前,中共中央决定,任命留逝于同志,为中华全国公销合作总社当组副书记。 4为了保障儿童的权益,民政部在近日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,特别增视了儿童福利斯。 维护儿童权益,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 5日前,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发文称,正值被谦虚电池非法收集处理环境污染,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,提高被谦虚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。 不仅要防止污染,也要清洁生产。 令海关总署26日公布,2018年,累计减出各类传染病2.7万多例,全年为发生重大口案公共卫生安全事件。 也把公共卫生安全关口,给中国海关点赞。 来源,杨氏新闻频道,其国家外汇管理局,近日公布去年12月,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概况数据。 去年1-12月,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92.97万亿元人民币,等值29.07万亿美元,把国家医保局于26日通报87典型。 骗保案例,此次公布的骗保案件,全部为医疗机构内部人员,以虚假住院或穿换药品,来骗取医保基金。 骗保也是一种病,得致。 总台独家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,全球花园共同期盼的中央电视台,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,将先看面纱。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的首个春晚,今年春晚将以一份进行时代,宽度幸福年为主题,坚持守正创新,侯阳主旋律,传递正能量,努力营造出欢乐祥和,喜气娘娘的新春氛围,为全球华人献上一道丰盛的年夜大餐。 来源,杨氏网易春节临近,国内油价将迎来劫前的最后一次扫折。 2019年第二次成品油调价窗口,将于28日24时开启,多家机构预测,成品油价格再次迎来上涨。 春节用车的车主们,可以赶在调价前加买油。 26日,七起哈尔一家油站。 来源,东方IC二春节即将来临,出境油市场持续升温,多家旅游平台公布出境油趋势显示,出行订单量和产品价格,同比均有上升。 世界那么大,谁都想去看看。 三季经户高铁附信号实现WiFi信号全覆盖后,其他高铁上也有WiFi了。 记者日前获悉,中国协议官方WiFi入口掌上高铁APP,已经可以下载使用,免费WiFi已覆盖274列附信号列车。 听说不仅免费还有一千多部影视剧。 先行时速160公里,动力集中动车组C2-200G型复兴号列车WiFi网络覆盖标识。 来源,东方IC4.25日下午,吉林长春市宏起街万代购物广场发生爆炸,导致一死一伤。 26日,警报最终确定现场死亡男子郭某涛,习本案捉罪嫌疑人。 警察,犯罪嫌疑人郭某涛身患癌症,在松原市杀死一人后来到长春市炸毁了自己的轿车,并在出租房内,也报自制爆炸物身亡。 五近日,检察机关对聊起大找退立军人7号实施暴力犯罪的19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批捕。 经查,这19名犯罪嫌疑人成分多样,背景复杂,其中多名人员就为罚犯罪嫌疑。 6.2019年9月30日前,北京大新国际机场将正式通行,同时北京南院机场将关闭。 2019年的春节,将是南院机场经历的最后一次春日。 109岁的南院机场,辛苦了。 7.1月20日,中国人民日院侦战歌词作者,原第二套兵部队某基地政治部主任马扶摇在北京去世,小年92岁。 资料图,马扶摇,来源,人民日报微博视频截图,把近日,贵州逼捷一高速女收费员,帮忙推走故障车辆,以便清理车道,排队的司机不知情大骂起动作缓慢,刚工作不久的他被骂哭,但下一秒面对顾客时,他抹掉眼泪,仍坚持微笑服务。 这样的便联,值得尊敬。 叶联合国安,礼会25日举行气候灾害,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公开辩论会。 与会者呼吁积极采取行动,减化气候变化速度,依旧向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。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协力。 2.25日,中国、美国、欧盟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巴西等7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,在瑞士达沃斯签署了,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, 致任有意在世贸组织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,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。 图片来源,杨志新闻频道。 3.当地时间25日晚,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临时性预算案,美国政府将重新开门三周,至2月15日。 该议案结束了长达35天的美国史上最久的政府停摆,但是,议案不包括特朗普此前要求的,对美墓边境墙的57亿美元勾款。 假期暂时结束,上班了。 4.近日,法国黄卫星运动几名负责人宣布,正式成立竞选队伍,参与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。 目前,民调显示,黄卫星名单支持率较高。 26日,江苏省连云岛市海州湾街道党员志愿者,和民间简直一人,来到连云岗货车东站,把两千多张符字,和生孝珠简举作品,免费赠送给故宝旅客,让旅客春月路上带福回家,为春月增添一份温暖与幸福。 日日行,不怕千万里。 常常作,不怕千万是2016年4月19日,习建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,研究古语日日行,不怕千万里。 常常作,不怕千万是强调,我国网系领域广大企业家,专家学者,科技人员,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,要争着口气,努力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。 日日行,不怕千万里。 常常作,不怕千万事,朱自清淡山一间先生的格言连逼处事,大意识,天天行走,千里的路程中会走完。 事情经常做,就算再多也能做完。 只在免力人们要把想法落实到行动上,一步一个脚印去实践。 飞机餐不好吃。 研究人员称,难以避免伤有乘客抱怨飞机餐难吃。 营养学研究人员认为,这恐怕在所难免,因为受机舱内压力、湿度和噪音的环境因素影响,人的嗅觉和味觉等感官灵敏度减弱, 不能充分体验食物带来的乐趣。 机舱内夹腰环境,会降低人体血氧水平,减弱体内嗅觉接收器的灵敏度。 机舱内持血循环的干燥、空气,也会影响鼻子正常发挥功能。 机舱内空气平均湿度为12%,甚至低于萨哈拉沙漠的空气湿度。 营养学专业人士赫博特斯通,曾参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食物准备工作。 他说,湿度低和空气流动会令鼻腔干燥,这将降低温气味和肠味道的能力。 同样的食物如果在海平面高度尝起来,味道会好很多。 北京日报一起叨叨叨叨,如果打电话告诉父母过年不回家,那你猜他们会说啥? 一个电话打过去,告诉爸妈今年不回家,你的父母会说什么? 本以为是,会把我腿打断吧,会温溃吧。 而电话那头传来的,却是不要紧。 没关系,工作重要,我们去找你。 为了孩子,父母总会妥协,会体谅,在女气里又藏着多少失落和难过。 春节快到了,今年过年你回家吗? 买了几号的票? 点击文章底部。